小戴拿意外捡到了一只黄金蛋 赶紧拿来孝敬大哥迪迦 但小迪迦为了保持好身材 决定抓一只幼年哥斯拉给弟弟补补身体 但没想到哥斯拉的妈妈在家 把他吓得落荒而逃 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只好嫁活煮熟金蛋 可金蛋突然动了起来 紧接着蛋壳裂开 小盖亚从里面破壳而出 然后一个优美的姿势落地 他看了看要把他煮来吃的小戴拿 然后瞄准迪迦酷吃就是一脚 从那以后 三个小可爱成为了兄弟 生活在离地球几百米开外的月球上 可是这天 迪迦吃了麻辣蘑菇汤后 肚子瞬间不行了 怎么也没想到 奥特曼居然也会拉爸爸 在拉了七七二十一天之后 他终于感到舒服了一点 但他发现有个坏蛋 拿着手机在偷拍他 迪迦赶紧拿起石头扔了过去 小迪迦终于可以安心睡午觉了 可戴拿这时突然出现 不知道他胆子是不是生毛了 居然把迪迦的遮阳伞给偷走了 在太阳猛烈的照耀下 小迪迦硬生生晒成了小黑台 他发现后快要气炸了 而且看见戴拿 还在旁边高兴地扭着屁股跳舞 这口恶气真忍不下去 他一把拽气可怜的小戴拿 用绝招生龙拳将它打上了天空 小戴拿被打进了海底 他突然发现这里有很多宝物 原来这是小阿古如的家 此时的阿古如非常繁忙 正在与派大星和不欧决斗呢 小戴拿把阿古如的宝物全部偷走 送给了大哥迪迦消气 这才让他躲过一劫 另一边 阿古如发现宝物不见了 他问魔镜是谁偷的 没想到魔镜里显示的居然是海王 于是他找到了海王 看来一场激烈的战斗是少不了的 这只光之幼崽被海王拿枪指着 他非常不爽 一招光之神拳 直接将它干飞 他以为是海王偷了他的宝物 却不知真正偷他宝物的小戴拿 正左摇右摆地扭着屁股 照着镜子臭美了 就在这时 小迪迦一脚将他踢飞 只有他这么帅的人才配得上照镜子 可突然 镜子里出现他长大后的样子 太难了 长大后还是这么帅 但他很快发现 怎么长大以后还这么黑 突然一只大龙虾从旁边跑过 原来戴拿准备为大哥来一份红烧大龙虾 很快大龙虾就被抓了起来 怪不得他们都是小胖端 天天都吃红烧大龙虾 肯定会长出一身肥肉 小迪迦这天又在睡觉 还打着大大的鼻酣声 突然小戴拿从天而降 把小迪迦的高档厕所给砸坏了 还好小迪迦度量大 并没有责怪他 可小戴拿睡觉还不安分 把一身的臭臭粘到迪迦身上 迪迦健壮 酷吃一脚把他踢飞 虽然戴拿天天挨打 可他还是很挨大哥 得知迪迦喜欢听音乐 趁其他奥特曼在打牌时 悄悄穿越来到M78星球 小戴拿眼光贼准 一眼就相中了一台 价值上亿的收音机 听着里面动人的音乐 想必迪迦大哥也会很喜欢 于是他抓起收音机 就直接开溜 这种好弟弟真是少见 你们想不想要一个呢 很快他们便长大成人 而迪迦也找到了 他青梅竹马的女友哥斯拉 哥哥 你绝对想不到 迪迦和哥斯拉居然是一对CP 挺好吃 哥你尝一口 哥哥 你女朋友要是知道我俩吃同一个棒糖 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吧 哥哥 你骑着小电动车带着我 你女朋友知道了 不会揍我吧 好可怕 你女朋友 不像我 我只会心疼 爹爹 他们的故事 还要从千万年前说起 小迪迦还是一个光之幼崽 那时候的他什么都不懂 自从遇见了幼年的哥斯拉 他的心一直垫挂着对方 可是再也没有机会相见了 长大后 他通过电视练习了咏春拳法 就算地球没有威胁 他也坚持每天到地球巡逻 就是他这种光之精神 让他交了个可爱的女友 可是女友憨憨的样子 让迪迦实在有点无语 你知道这个美女的名字吗 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天地球出现危机 原来是哥斯拉在到处破坏 他是来找迪迦报仇的 但地球现在由迪迦保护 他怎么能让哥斯拉得逞 自从他练习了咏春拳后 一直没有表现的机会 现在终于可以练练手 只见迪迦摆出了咏春的姿势 哥斯拉上来就是一招猴子偷逃 但迪迦的咏春练了上千年 可不是他想偷就能偷的 仅用了88招就把他打飞三米多米 哥斯拉瞬间暴梦 只见他背上充满蓝色能量 他来是使出了终极大招 原子吐息 可万万没想到 迪迦的咏春居然把原子吐息给挡了下 趁此机会 迪迦召唤出影分身 一个滑铲来到哥斯拉身边 直接一巴掌把哥斯拉打倒在地 从那以后 哥斯拉就成了迪迦的小迷妹 整天和他粘在一起 哥哥 你给我买这个 你女朋友知道了 不会生气吧 是啊 如果被迪迦女朋友知道了 不知会不会让他跪洗衣板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关注猫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